大家好 今天小學堂要來認識的是 顏水龍老師 顏水龍老師主要的畫作 以台灣原住民為題材 是創作的一大特色 研究台灣原始藝術的工藝之美 獲准前往原住民保護區蘭嶼 是第一位登上蘭嶼的畫家 他的原住民畫像 蘭嶼風景等系列 至今都快知人狗 而後又以一系列台灣風景為主的作品 呼籲環保問題 反映出他人文關懷的一面 他也提倡發揚本土藝術 保留民俗工藝的精神 顏水龍老師 是台灣美術展覽會創會的之一 也被誉為台灣第一位專業廣告人 在繪畫外 也是台灣工藝文化的推手 有台灣工藝支付之稱 台中最知名的名產太陽餅 其老牌名店太陽堂內所有設計工作 例如包裝、店面、室內設計、建築設計 顏水龍老師都有參與唷 在日後面歡迎收看 海賊庞賞 頂旅水龍老師 未詞 glimpse